因車禍離世的歌手陳希怡 5月10日設令 圈中多位藝人都有送上花圈以及紙殼 Cita生前經理人Paco和偶像亭峰 更透過文字以作悼念 歡迎大家收看TVB娛樂新聞報道 上個月歌手Cita陳希怡 因車禍突然離世 大家都很捨不得她 其實Cita離世之前 錄了三首新歌還未推出 唱片公司趁著5月10日 Cita設令的這一天 將收錄了這三首歌的紀念碟 在寧堂派發給Cita的親友作為紀念 其實這天的天氣不好 一直都下雨 不知道是否上天為了紀念這位歌手 而灑下的一片淚 這天Cita設令 亦有不少Cita的生前好友 亦有在紀念冊上寫上一些說話 希望可以告訴Cita自己 女歌手Cita陳希怡 上個月因車禍不幸離世 中年26歲 在5月10日 Cita的家人就為她設靈 靈堂以西式佈置 以白、黃和粉紅三色為主 相當簡潔 而Cita的遺照就選用了她生前 第二張專輯的封面照 並以玫瑰花圍邊襯托 上方就寫上永遠懷念四字 而旁邊亦有幾個陰符作點綴 希望大家能夠永遠懷念Cita的歌姓 而Cita的父母、親友及在圈中的朋友 都有送上花圈作悼念 好像有Cita的偶像謝霆鋒 容祖兒、Twins、歌唱老師杜麗莎等 而在雲雲花圈中 亦看到有Cita生前最愛的卡通貓造型花圈 除此之外 Cita生前所屬的唱片公司 這日亦公開為Cita從未發表的遺作 印製紀念特輯 除了有兩隻DVD和三隻CD之外 更附有Cita的相集 和一些親友寫給Cita的最後祝福 當中包括謝霆鋒、周杰倫、陳慧霖 Cita的非文男友沈鎮軒、薛凱琦等 而這個特輯一共印製了500份 送給Cita的家人及親友 Cita生前的經理人黃柏高 就以簡單的五個字 永遠懷念你來紀念這位外長 而Cita生前所讀的音樂學校 之前亦發起接10387隻紙殼的行動 當是送給1987年3月10日出生的Cita 最後的小小心翼 據知現在收到的數目 已經多達接近6萬隻 而工作人員這天也陸續 將一包包紙殼送到靈堂 陳希怡在5月10日設靈 而Cita所屬唱片公司 亦即將推出Cita的最後專輯 以作紀念 碟中除了收錄三首從未發布的新歌 和一些舊歌之外 亦會有Cita的新舊MV 其實在Cita離世之前 先後為兩首新歌拍攝MV 我們為大家獨家播出它的拍攝花水 其中一首就是它的代表作之一 菲菲的國語版 在MV之中 Cita穿上白色露背長裙 進顯成熟美 我這首歌的名字叫《不愛我》 顧名思義 《不愛我》就是不喜歡我 其實我們這首歌中的歌詞 主要是怎樣去… 很想它會付出更多的東西 但它還是結果 還是不愛我 還是徒勞無功 我們去怎樣表達這個意思 以一個很漂亮的感覺 也很感謝Jacky導演 又再次跟她合作 每一次都有機會跟英俊導演合作 將我這個不太漂亮的女 變成一個都漂亮的女 所以我們今天穿著一個很漂亮的裙 拖著又露著大背 希望營造到一個有高貴的效果 可以呈現給大家看 一個除了傻奸奸的陳希兒之外 都有高貴的一面 記得留意 在拍攝MV的過程中 Cita不時跟工作人員討論拍攝效果 亦不時展露她樂觀開朗的笑容 可惜新歌成為Cita的絕唱 MV亦變成她留給大家的最後禮物 而新歌《愛的劇本》 更是Cita生前其中一首很喜歡的作品 其實這首歌是我之前未入行 未正式入行的時候 幫人唱歌舞的時候 其實是唱歌的 所以一有機會去入行的時候 就留下這首歌 錄完之後 今天就很開心可以去拍攝MV 今天在這個很有思義的雨天底下 去了石澳 我們又來到牛棚 希望有一些不同的感覺 她好像去寫一個劇本 然後如何去拼湊這件事出來 成為一個很在忍心中 想著有一個愛情故事的藍本 但是很可惜有很多事情發生 即是會令到… 其實對最後那件事 都不可以好像很理想地 有一個很開心的結束 這首歌就是講一個這樣的故事 希望大家會喜歡 Cita在今年一月 亦為慈善聲輝人濟夜 擔任表演嘉賓 有部分片段從未曝光 現在我們就為大家送上她的演出 對她的想法是想看 Cita在今年一月 就為大家送上她的爆發 這首歌的唱會想起 我們會選調成決定有創意 我們會選擇的演出 即是動作的演出 就是這個演出 我們會選擇的演出 我選擇的演出 原來是留意了 是在演出 演出 提案就開心,仍有恨恰 我嫌棄,聽這事是非非 到最後決定謀無愛你 應當我是該死 不可以沒有你 留言替你盡力倒轉黑吧 跟你越愛上的愛 其實有多精彩 全都是在你面前 贏得很久 你穿下的愛 享受太多悲哀 我愛,我愛,我應該放開 Sita生前演繹過多首為人熟悉的情歌 她愛笑的活潑性格 也令人留下深刻印象 但願她得到安息 相信Sita的歌聲和笑聲 會永遠留在大家的心中 嗯